我们地球是圆圆的 才会我们地球才是平平的啊 这是什么理论啊 为什么地球平平的就变圆圆的 你看我这样在这里 因为地球有重力 然后外太空没有重力 那在没有重力的地方 那会被原始撞到 对啊会原始撞到 然后它在没有重力的地方 就会变成一个圆圆的 因为它硬硬的 什么东西硬硬的 原始硬硬的啊 原始哦 是谁教你了 因为没有重力才会有原始 这个问题我知道 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很厉害会讲啊 因为你是无信义小博士哦 你是小老师哦 我很厉害会讲 真的吗 你这是会讲 对不对 要去太空做水门 然后做火箱 然后发射 然后做湿火 然后到外太空 会被原始撞到 哦 因为你会讲哦 还有火星 那那个林义成会不会讲 然后水星 那小博伟会不会讲 不会啊 我教他们讲 你看 他们太小了 太小了 哈哈哈 太小了 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是啊 他在穿布布 你看那个衣服太大了 对啊 那个是在大人才可以穿 然后他卡在里面 外太空没有撞力才 才外被原始